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跟大家早就解释过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知道会出整个格局都会出现真正剧烈的变动 这个结局就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呢 有它背后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跟大家一直跟大家说 肯定得用直播了 因为录播没有办法了 那直播的话 如果这么直播的话 很多朋友就会直接参与进来 那今天争取晚上我不睡觉 我就看故事怎么样 所以随时会跟大家更新的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那目前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儿呢 在推特上突然出现一个 人们在追求 在追寻普京 他大概说普京找不着了 但我查了一下内容呢 他大概讲出都在一个小时左右 说事情出来之后呢 普京就消失了 我个人以为 这是一个蛮正常的 可能是个蛮正常的故事 原因就是说 瓦格纳在克里姆林宫内部 到底有多少人 就是有哪些人向着他 我相信作为普京来讲 是非常 他吃不准 从他战争爆发以后 他的 你看那个把桌子拉那么长 他实际对谁都不太信任 所以这也就是对他最大的威胁 那so far就目前来讲 说普京到底见面没见面 有没有 网络上是真是假 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叫兵不厌诈 这个是无法确认的 因为很多人希望普京下台 很多人希望普京死去 很多人希望 俄罗斯能够借此 就完全大衰败 这是很多人期待的 所以在一个在一个这样一个期待的氛围的环境中 作为社交媒体出现这个说法 我个人觉得也蛮正常 就是真假都都不是 真假都 我个人觉得都OK 因为因为在天意的背景之下呢 到时候发生的真正事情 不是由你或者我 我们意识形态所转移的 它有着一种真正背景的天象的一种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这是我个人跟大家分享 这是现在看到的 但它为什么这么出现 没有我自己都没有看出来 它为什么要这么出现 这是没有的 跟大家分享目前 就是很计时的状况了 就是大概在 大概发生 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十点钟 大概发生在九点半 晚上十点 九点半之前那些消息 美国呢 美国极其关注 关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时间点是在 因为俄罗斯已经宣布 俄罗斯总检察长宣布呢 对瓦格纳进行犯罪调查 因为这是一个 判国是巨大犯罪 进行犯罪调查 犯罪调查发布之后 瓦格纳军队 跟俄罗斯的军队 在南部城市叫什么 科沃索 科沃索啊 就正式交火了 那而这个瓦格纳人呢 打下了一架 就打下了一架这个直升飞机 这个大概他们交火的地方 是这个这个区域 那边可能是乌克兰啊 交火的区域是这么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这个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战争的 总指挥部的 总指挥部的所杂地 他大概讲述的意思呢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电视台啊 就是我能够看到消息 他大概讲述的意思 就是瓦格纳军队正式开始 正式向这个 与俄罗斯军队展开 展开攻击 总说瓦格纳军队大概有三万人 现在呢已经控制了 控制了这一部分地区 那但瓦格纳自己说 有两万五千人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就只能这么看这消息了 这是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前的一个消息 那另外一个消息 这是一家的 另外一个消息 这是战争的故事 这是一家小伙子的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唯一的一段视频 在推特上都有传 但是呢 传的基本上就这一段 我没有看到更新的其他的 传递基本都是一样的 那这是克里姆林宫 关闭了南部城市 就是正在交火那个城市 往北部走的交通 全都给切断了 这是很有限 很有限计时的内容 那这个呢 是讲说 有一个人说 说瓦克纳人打下了一架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俄罗斯军队的直升飞机 当然这是一个人说了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视频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 这段视频呢 这段视频你可以看到是 在瓦克纳控制着区域的四周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政府军 跟俄罗斯的这个叫什么国家安全部队 已经聚集 聚集准备向那边进攻了 所以这是军车的披露出来 那我们能够看到的 比较大规模的军车是这样 那这段内容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段开枪内容 所以你看 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是这个 这个呢 是两个小时之前 这是瓦克纳的这个领袖 但我不知道是真 我说句心里话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是他没有没有 他只有一段声音 讲的应该是俄语吧 我们能够找到的就是这样 这个呢 是比较比较那个的 这是他的一个中将 俄罗斯军队的一个中将 这俄罗斯军队的一个中将呢 就是向瓦克纳领袖呢 发出了直接威胁 但他比较特别 他手里拿了把枪 那这种做法 其实是比较 看起来 俄罗斯是比较示威的 就是对俄罗斯打击非常大 因为作为一个中将将官 高级指挥官 拿了一个冲锋枪 然后向对方 对方发出威胁 表明对方对俄罗斯打击太大 就是太大 这个 而且太突然 太太过分了 那那这是表明 我眼睛里看到现状 呃 这是能够看到 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啊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官方媒体 他在讲述着 几乎讲述着 从俄罗斯一方 他所颁布的消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他不利的消息 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 有些如何改变啊 这些肯定会有的 呃 我们跟大家走一个 大概的时间点 大概就清楚了 但他他在讲述了一个 一个实际的状况了 呃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危险 目前在俄罗斯呢 呃在俄罗斯的中心地带 是凌晨 两点钟 塔斯社呃 在连接叫什么顿河畔的 呃 罗斯特夫 罗斯特夫可能就主要攻击的事情 呃 有些港口公路被关闭了 通往俄罗 通往莫斯科的 M4高路 呃 这个M4高速公路 往北全都关闭了 呃 但其他地方都可以通行 也就是说 并没有完全公路完全切断 呃 他所在州的一个州长 呃 发出命令说 加强安全措施 特别保护 关键的基础设施 呃 呃 呼吁居民不要到俄罗斯南部去 临近的地区 呃 最近事件扰乱我们的人 所以大家保持冷静 这是他发出短信 呃 这个地方距离莫斯科以南的 370公里 距离这个呃 就发生动荡那个城市呢 590公里 所以发动动荡的城市是 600公里距离 俄罗斯 呃 距离莫斯科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虚假的消息 说 该地区进行宵禁等等 他说这些是故意引起恐慌的 呃 这是莫斯科一方说的 呃 里面在 呃里面的 呃 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关闭了这个 关闭了这个政变 就武装政变军队投资的那份 他那段讲话 全都给关闭了 是根据总检察长的办公室的决定 因为有一个说法呢 叛军的一方攻陷了俄罗斯电视台 所以播出了那个人的声明 那那这个东西都是完全是心里战了 他肯定会呃 大家肯定都会有有这个驳火了 呃 有一架直升飞机对抗的场面 这是我们刚才播的 但是他说呢 没有得到独立消息的证实 so far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这些 呃 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 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呢 局势是怎么样 不好 我只能说不好说 但呃 我可能会彻夜 我们等消息 除非他 他一切都安静了 安静之后 就是另外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没有安静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更新的 所以这就有点像 直播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上